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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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想念也不再想 也不再了 怎么样看笑 那双人床 解决不了 太多欲望 走入教科 想去的地方 不用被思量 愉快的地方 啊 雨 热唱 光大街小巷 只听到叫嚷 去拖望月光 找不到天窗 有没有一个 想去的地方 不用再流浪 愉烈的地方 走入教科 想去的地方 不用被思量 愉快的地方 空间输入教科 想去的地方 嗨 可惡 得了 来 听他 也可 来 疯狂 疯狂 王菲中的娱乐场 所以你们也应该猜到了 今天想要和你们分享的歌手 就是王菲 前段时间 Sally看了幻月之城 本来是冲得一阳千玺去看的 最后却爱上了王菲 王菲这个名字对于我来说 意味着自由 cool 在事业上也好 在爱情上也罢 对于生活的态度种种 王菲是我永远羡慕的人 也是我最想成为的人 世界上的人 永远都做不到让所有人喜欢 王菲也是 喜欢他的人能爱他到骨子里 讨厌他的人 就像我妈一样 听到他的歌就觉得很烦 而我恰恰是中间那一类 不讨厌他 同时还欣赏他 幻月之城里 何炯站到王菲身边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怂了 我整个人都在抖 也许是因为王菲太特别 也许是因为他是一个没人能看透的人 所以任何人在王菲旁边都觉得自己有点怂 当何炯犹豫的说 想问一个问题的时候 感觉到王菲很干脆的替何炯问了 说 为啥要来 然后自己哈哈大笑的回答道 因为轻松啊 这个答案可以说很王菲了 他一向就是这样帅性直爽的人 只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 从不违背自己的内心 我想到很久以前有个记者采访王菲 谈到了王菲的感情 王菲直接给了个白眼 拒绝回答 我太喜欢这样的他了 即便是作为一个普通人 都不一定能够坦率地做自己 普通人也时常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 看着别人的脸色过日子 可王菲呀 作为一个影响力巨大的公众人物 也许他影响大众的就是 勇敢做自己 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 他永远就是那个 只做自己的王菲 他永远会远睡不朽 可是我有时候 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 等到不尽都看过 也许你会陪我看西水长流 有时候 有时候 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 想去离开都有时候 没有什么会追不朽 可是我有时候 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 对他父亲都看透 也许你会陪我看西水长流 1989年 那时候还叫王静雯的王菲 出入香港歌坛 认识了著名的作词人灵溪 两人合作至今 有一个说法是 今非昔笔 说的就是王菲的金曲 大多数来自于灵溪的笔下 而灵溪的那些歌 能将其唱到出神入化的 除了陈一迅 还有黄耀明之外 只有王菲 能将那样细腻的感情 唱出来了 Sally第一次听王菲的歌是什么时候 已经记不得了 但还记得是那首红遍花语歌坛的 红豆 才十几岁的我 深深地记住了这个 空灵无边的声音 我当时想象不出来 这样的歌声 到底是怎样的女人唱出来的 后来等我长大了一些 在电视上见到王菲的模样 听着她的歌或伤感或怀念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她的歌声渐渐是我青春成长岁月里的庇护所 王菲一定是活得最通透 且自我的一个人了 其中让人议论最多的不是她的歌 而是让人无法理解的两段婚姻 但却恰恰说明了 在她内心深处 很清楚什么样的人生 才是她想要的 跟豆韦结婚三年 生下大女儿窦静童 经过三年跟谢霆锋的分分合合之后 再与李亚鹏结婚八年 生下小女儿李嫣 现在又和谢霆锋复合 每一段感情她都能全力以赴 但是当不爱的时候 她也是直截了当地说再见 即使对方再挽留 也不能阻挡她的决定 如果我还是十几岁的小姑娘 我一定不能理解王菲的感情 不能理解为何在爱里 要分分合合兜兜转转 可现在的我不但能理解 还能感同身受 我看过太多在爱情里受伤的人 分手的时候都咬牙切齿地 告诉全世界 谁回头谁是狗 然后却一个人在深夜的被窝里哭成狗 可两个人的爱情里 如果不是原则性的问题分得手 而当初分手只是因为年少不懂爱 只是因为一些阴差阳错的原因 其实复合也不是不可以 是人总习惯化地为牢 心有挂碍 果足不前 不敢追求 不如来场偶遇 去弥补心中的遗憾 即便是过了好几个月 好几年 好几十年 因为地球总是圆的 相爱的人 总能遇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云营梁 胡佢 莫莫的渡情 不忘也多余 渔不散不去 相爱无痕迹 相望的无忧无虑 深海无痕迹 痛苦的無憂 無憂 Nikki说在爱情里都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都是靠自己寻找所谓的安全感 然后麻痹自己 Nikki是一个在爱情里永远委屈求全的人 对方的一举一动都能牵动她的情绪 甚至能改变她的日常生活 就她上次的恋爱而言 她在这段爱情里的付出性人格 暴露得太过明显 恨不得把自己世界里的所有好都给对方 可是这样的爱似乎太过沉重了 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去理所当然地接受这样的爱 于是对方也给了回应 可是对方的回应却远远不及Nikki付出的 但一点点的回应都能够让Nikki 愿意为对方付出更多 这段感情似乎也是所有人都能预料到的结局 对方觉得Nikki的付出有点承受不了 Nikki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都反复地问我们 这段爱里 她做错了什么让对方逃避 作为她的朋友 当然觉得对方是个渣男 可仔细想想如果有这样一个付出型人格 对我无微不至甚至让我觉得沉重的来爱我 我也应该会逃避吧 Nikki说一定要在爱里始终付出 才觉得对方是需要自己的 才能把握住这段感情 但这样麻醉自己的方式 其实并不适合在爱里 无所谓 无所谓 我不介意半途而飞 你和我反正会殊途同归 如果一切变得发挥 我不介意半途而回 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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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麻醉我所有的滋味 温暴走 Lalala... 上輩子來上輩 我才不會 我怎麼會喝醉 我想喝醉 不過那是一杯開水 2014年9月24日凌晨 我當了小姨媽 那一天的凌晨 我們家里的人都發了一樣的朋友圈 今夜天使降临 我原本是不喜歡小朋友的 可當我回家看到小寶貝 閉著眼睛笑 好像全世界的嘈杂 都與她無關 於是我的小世界 好像也安靜下來了 感受到了生命的美好和神奇 早在她還在我姐姐肚子裡的時候 我就已經和她親密接觸了 太冬的時候 我就把手放在我姐姐的肚子上 感受生命的神奇 晚上呢 我還給她講故事 就是為了以後 我們可以更好的相處 讓她知道小姨媽很愛她 王妃換月一場演唱會現場 演繹的經典歌曲 你快樂所以我快樂 窦靜彤在一旁扮唱 空曠的舞台 安靜的旋律 一開口仿佛穿越了時間 有些歌 永遠不會膩 王妃和窦靜彤的同台 讓很多人感叹 感叹時光 也感叹他們之間 如朋友一般的情感 卻始終聯繫著血清 換月之城中 有位觀眾站起來說 王妃老師 我是您女兒的粉絲 特別感謝您用彩色的夢 給窦靜彤編織未來 大眾總覺得 窦靜彤天生握著一首好牌 從父母身上得來的音樂天賦 優渥的家庭環境 擁有的頂級資源 這些讓她可以隨心所欲 讓她輕輕鬆鬆地 成為當代年輕人的一個icon 當在面對 我是誰的這個問題的時候 沒有人能夠輕鬆地 說出答案 窦靜彤最像王妃的一點 大概就是擁有著 大多數人都沒有的清醒 而自知 而這首 你快樂所以我快樂 就是王妃唱給 最親愛的女兒窦靜彤的 這首歌中 唱的應該是 每個媽媽的心聲吧 聽說多年以前 王妃的原唱會上 唱起這首歌 前景是窦靜彤的 百天照 現在 再唱起這首歌 和聲的是女兒 好像一切都沒變 一切一切 一切卻都又變了 一切卻都又變了 救不得 天照 你是一樣的難得 喜怒和愛樂 我來宣告你哭著 我來衝到你哭著 既然說你快樂 於是不快樂 玫瑰都快樂 我還想你怎麼能求之不得 求不得天早你是一個個難得 喜怒和愛樂 有我來逢中的迷糊著 我太喜歡王菲了 我更喜歡王靜雯這個名字 似乎王菲是萬人矚目 而王靜雯是所有的真實 1997年王靜雯出了同名專輯王菲 演唱會上他像是精靈附身一般 悶這首歌里 他那種漫不經心的聲音與歡快跳躍 遊蕩穿梭式的表演方式 美美的結合在一起 那時候 他正在和北京搖滾圈裡風華正茂 明造一時的黑豹主唱 《斗維》在一起 《斗維》用搖滾的方式 影響著王菲 在同期一系列的歌曲裡 都有著類似的音樂風格 有人說 《斗維》用音樂征服了王菲的心 這話我信 也有相當的可信度 那一年王菲推出的新碟 执迷不悔 被認為是王斗音樂合作的開始 也是他們之間的愛情的寫照 這一次我執著面對 任性的沉醉 我並不在乎 這是錯還是對 就算是深陷 我不顧一切 就算是執迷 我也執迷不悔 我每次聽到王菲的悶的時候 都會覺得 這首歌唱的就是他自己 至少深陷在愛裡的時候 他根本沒有想過和對方的天長地久 而是活在當下 不怕沉淪不求安穩 一切隨性 誰說愛上一個不回家的人 唯一結局就是無至今的等 是不是不管愛上什麼人 也要天長地久久一個安穩 哦哦哦 難道真沒有別的劇本 難道真沒有別的劇本 我怪不得 難懂不懂就說到永恆 誰說愛人就在愛他的靈魂 否則聽起來讓人值得不誠懇 是不是不管愛上什麼人 也要天長地久久一個安穩 哦哦哦 你真相有那麼的單純 你真相有那麼的單純 你不可能 難道這沒有別的可能 就怎麼扯 是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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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我不要暗昀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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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怕真乖 切碎心 能不能 作曲 李宗盛 旋转木马绳在这天堂 只为了满足孩子的梦想 怕到我悲伤就带你去翱翔 我忘了只能原地奔跑的那忧伤 我也忘了自己是永远被锁伤 不管我能够陪你有多长 至少能让你幻想与我飞翔 奔驰的木马让你忘了伤 在这一个供应欢笑的天堂 看着他们的羡慕眼光 不许放我在心上 旋转的木马没有翅膀 但只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 音乐停下来你将礼唱 我也只能这样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我忘了只能原地奔跑的那种 奔跑的那忧伤 我也忘了自己是永远被锁伤 不管我能够陪你有多长 至少能让你幻想与我飞翔 奔驰的木马让你忘了伤 在这一个供应欢笑的天堂 看着他们的羡慕眼光 不许放在我身上 哈喽 各位在电播前等待的天使小宝贝们 这里是陪你度过一段浪漫时光的 VgoDun专栏节目 每周我们会在这里为你送上 不同音乐人的音乐和一些小故事 也许这些小故事让你感同身受 也许让你回味良久 也许让你恍然大悟 我们在这里陪你想念 也陪你展望 如果节目内容你还喜欢的话 请动动小指头收藏我们的频道 关注我们的平台 如果你觉得内容有些欠缺 赶紧评论留言 告诉我们你的建议和你喜欢的内容 我们会努力改进 力求让你爱上 每一年我的外甥女过生日 我都会写上一句 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 其实这句是我觉得最简单的祝福 却也是最永恒和真挚的 这句话是王妃人间里的歌词 是写给女儿窦镜彤的歌 《花月之城》中 何炯问窦镜彤 为什么要参加这个节目 她的回答酷极了 她说 我妈叫我来的 这样的回答不仅很窦镜彤 也很王妃 所以这也算是 有其母必有其女了 很多年前 王妃上陶金莹的节目 陶金莹问王妃 女儿窦镜彤会不会看钟表时间 王妃回答 不会啊 陶金莹就很惊讶 说 这么大了都不会看钟表吗 王妃很理直气壮地说 谁说教她 她就会看了呀 突然想起有次窦镜彤在音乐节 台下的观众朝她大喊 唱你妈的歌 唱你妈的歌 现在的窦镜彤已经长大了 似乎已经不是需要王妃保护的小女孩了 我不太确定 我是什么时候才能懂得 母亲对女儿的那种爱 但我问过我的妈妈 想要我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妈愣了一下说 成为健康平凡的人就好 有时候深夜会想到 父母的爱 简单又平凡 希望你每一天都快乐 希望你永远为了梦想奋斗 同时也充满激情 父母也希望能教会你很多人生的大道理 告诉你 不是每一段感情都会有始有终 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 可是生命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 我们生而为人 想要快乐 但获得快乐的过程中 总是有那么一点难过和阻碍 但愿我们永远知道 何去何从 而坦坦荡荡 你一脸无辜 不代表你懵懂 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 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 可是你总免不了最初的枕头 但愿你的眼睛 只看得到笑容 只看得到笑容 但愿你流下每一滴泪 都让人感动 但愿你以后每一个梦 不会一场空 天上人间 如果真值得歌颂 也是因为有你才会变得闹红红 天大地大 世界比你深深中朦胧 我不忍心再轻空 但愿你听得懂 但愿你听得懂 天上人间 如果真值得歌颂 也是因为有你才会变得闹红红 天大地大 世界比你深深中朦胧 不忍心再轻空 但愿你听得懂 但愿你会懂 该何去何错 该何去何错 都会突然有一天 不想和我在一起了 我背对着他说 不回答假设性的问题 你看我 现在的我好理性啊 理性都让这个感情问题 变成了一个答辩问题 其实我的心里回答是不会 我们会在一起一辈子 可过了四年 我长大了 我仍然相信天长地久 一辈子的承诺 却并不期盼了 所以 我再也给不了他任何的承诺 其实有他在的时候吧 大部分时候 我都是幸福和快乐的 甚至我很喜欢现在 就像今天 他中午来公司找我吃饭 吃完饭后 就在公司附近的一个网吧上网 等我下班 他突然给我发微信说 距离小陈下班 还有两个半小时 想他 我立马回复说 你过来 我亲你一下 你再回去 然后他就真的来公司门口 我亲了他一下 他又回去上网了 你的甜蜜的承诺 如果换做是别人 我一定会退缩吧 会想着来日方长 可因为是他 我更愿意把握这一刻 在这一刻告诉他 我喜欢他 很喜欢他 但爱里 除了甜蜜 还剩下的就是害怕 害怕现在太幸福 让以后的一点点不幸福 都被放大 我也不想反反复复 不想让爱变成包袱 都怪我太渴望被他守护 太渴望未来有他 太害怕现在的一切化为泡影 我也不想这样 一起来听 再拖的来 也不满足 想你的美梦 想到迷糊 只不觉让我中毒 忽然间 能需要保护 加入世界 一瞬间结束 加入你突出 我只是说加入 不是不能白 太想看清楚 反而让你的面 没变得弱 越在乎的人 越小心安逢 反而另一个我 也留不住 我也想着模样 反反复复 反正最后每个人都孤独 你的甜蜜变成我的痛苦 离开你有没有帮助 离开你有没有帮助 我也不想着模样 起起伏伏 反正每段关系 都是孤独 每个人都不愿意 远看感情 都怪我太渴望得到 你的保护 我也不想着模样 反反反复复 反正最后每个人都不愿意 反正最后每个人都孤独 你的甜蜜变成我的痛苦 离开你有没有帮助 我也不想着模样 我也不想着模样 起起伏伏 反正每段关系 都是孤独 眼看感情 变成一个包袱 都怪我太渴望得到 你的爱 好像现在长大了 才会越来越怀念过去 糖果说 离开她的时间越长 她身上的味道 她笑起来的样子 她曾经为自己做过的事情 就越清晰 仿佛一闭眼就能看到 一伸手就能碰到 糖果和前男友分手 已经足足三年半了 这三年半里 她尝试让自己去接受别的人 接受新的感情 尝试让别人进入自己的世界 但这样的结果 竟然是她越来越怀念和前男友在一起的时光 怀念和她一起去食堂吃饭 她每次去窗口买面的时候 总是会让食堂阿姨把面汤倒掉 她喜欢吃干拌面 怀念和她一起去看电影 她喜欢坐在靠中间的位置 她说这个观影位置最佳 于是以后的所有日子里 糖果都只坐中间的观影位置 怀念和她一起走在同一个城市的道路 看着来往的人群 也看着对面的她 好像全世界静止了一样 怀念和她一起的所有 即便是有一些事情 根本就不是什么重头戏 仅仅只是因为是她 所以一切才显得那么特别 知乎上有一个问答说 你见过最好看的人长什么样子 有一个回答是这么说的 哪里是她好看 分明是我爱过 哪里是你难忘 分明是我爱过 哪里是我怀念你 分明是我还爱你 困着自己 我问过糖果说 为什么不找个什么契机 再见一面呢 糖果说 也许怀念她 脱于看见她 也许是你的好奇 也许喜欢怀念你 脱于看见你 我也许喜欢想想想你 不需要抱着你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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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看见你 我也许喜欢想想你 受不了真意轻揚 有一天下班回家 刚进家门就停电了 于是敲了敲隔壁邻居的家门 借了一根蜡烛 回来之后又发现家里没有打火机 于是又跑到厨房去打开煤气灶 终于点好了蜡烛 可能是因为一天的工作太累了 可能是因为停电 所以只想安静地坐着放红一会儿 我就坐在沙发上看着蜡烛发呆 看着看着 不知道从哪里飞来一只鹅子 就一直在蜡烛旁边打转 听说飞蛾因为抗拒不了火苗煽动的美丽 就算焚身也要奋不顾身 那一瞬间 那一瞬间 我想到了她 那个我原本以为我忘记了已经不爱了的她 想到了以前我爱她的样子 也好像是这只飞蛾 就算是焚身 也要奋不顾身 现在爱里的人是根本看不清周深的环境的 就像是飞蛾只看到了火光 只觉得那是光 于是就扑了过去 有的飞蛾也许一辈子都没有见过一心半点的火焰 也有的觉得一开始的自己就被赋予了使命 能扑火 何尝不是一件无比幸福的事呢 自己赋予自己伟大的意义 可谁又愿意做只飞蛾呢 爱到飞蛾扑火 是种堕落 谁喜欢天天把折磨当享受 可是为情奉献 让我觉得 自己是骄傲的 伟大的 王妃的扑火 送给爱情中的飞蛾 每天都有梦在心里头死掉 我自己对自己大声咆哮 人他终于感觉 就能浩瀚思考 我疼得想哭 就傻傻的笑 爱到飞蛾扑火 是种堕落 谁喜欢天天把折磨当享受 可是为情奉献 让我觉得 自己是骄傲的 伟大的 爱到飞蛾扑火 是种堕落 我只是相信人总会被感动 你为什么就是 不能爱我 想我那么深地爱你 为什么 为什么 最近电视上有个综艺 还挺多人关注的 叫做跨界歌王 我也跟风看了一点 里面有很多演员 唱起歌来 也不含糊 徐静蕾也是 我觉得很惊艳的一位 第一期的他 简单的一件白裙 安静地坐在那里 翻唱了 《匆匆那年》和《谁》 他好像就是有 那样的魅力和气质 只站在那里 就让人觉得美好 挪不开眼 就在徐静蕾唱完 快结束的时候 舞台后面的幕布落了下来 李亚蓬捧着玫瑰花走了出来 那一刻 很多回忆 猝不及防 突如其来 屏幕上写着 将爱情进行到底 我才想起来 原来他们之前拍过这部经典的老片 对于我一个九五后的人来说 这已经是古董级回忆了 1998年到2018年 20年过去了 杨真来看他的文会了 这部电视剧应该对父母那一辈 或者是80年代的人影响更大一些 2013年 这部电视剧的导演张一白 也在知乎上回复说 将爱情进行到底 那一代的观众的触动有多大 下面很多人的评论 也充满了青春的气息和味道 有一位网友说 我已经忘了激情 却忘不了那种感觉 后来我也跟着我妈 一起重新看过这部剧 长大之后的我 似乎明白了剧中的爱情 也懂得了剧中的友情 我想 每个人的生活经历不一样 每个人看到事情的角度也都不同 所有爱情中的别扭 那些不回头的倔强 一次又一次的误解 甚至是错过的遗憾 可爱情 偏偏就是这样的感性 前不久 徐静磊发了微博 说 九年多以来 我时常有病 也永远有药 这句话 是说给黄力行听的 可我也觉得 是说给爱情的 因为爱情 在那个地方 依然还有人 在那里游荡 因为爱情 简单的生长 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 因为爱情 怎么会有沧桑 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因为爱情 因为爱情 在那个地方 在那个地方 依然还有人 在那里游荡 在那里游荡 人来人往 给你一张过去的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 有时会突然忘了 有时会突然忘了 我还在爱着你 你 我还在爱情 有时会突然 我还在那里游荡 你吻过我的脸 曾是白纤疲 不太想 总有一天 夜雨中 找不到打算 让我孤单这边 一点钟等到收点 哪怕你没相见 仍是我心愿 我也有我感觉 难道要折腻 如已经不想跟我相恋 又却怎么口口惺惺的轻易 让我一等再等 再等一天过你实会温暖 情长如点 此段难断 如是去想 更是凌乱 我已经不想跟你支持 我有我的专业 不想再受说 无奈我心 要变难点 到别再等 也未如远 永远在爱与痛的电源 应该怎么决定天使 永远在爱与你相见 永远在爱与你相见 永远在爱与我心愿 永远在爱与你相见 永远在爱与我心愿 永远在爱与你相见 永远在爱与你相见 情像愈烦 似乱难愈 如是开心 更是凌亂 我已经不想跟你痴迹 我有我的主意 不想再受伤 懦怀我心 腰变难辨 都别再等 也未如愿 满软在爱与痛的见语 应该怎么决定天暑 情像愈烦 似乱难断 如是开心 更是凌争 我已经不想跟你痴迹 我有我的主意 不想再受伤 无奈我心 腰变难辨 都别再等 也未如愿 永远在爱与痛的边缘 应该怎么决定挑选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当尽暖住心开 甚至两脚走不动 轻想到离开 直到你说不回来 直到我说活该 那下了你这感情包袱 或者反而信信爱 你是千代语 我是长街 黑夜吹一顿 比翅牙街 看着蝴蝶 可不过天液 谁又有权不理解 你是一封信 我是油猜 最后一顿 最后一顿 也尽尽快 望着蝴蝴蝶 来不客气 里面是美的世界 Zither Harp Hello 各位在电播前等待的天使小宝贝们 这里是陪你度过一段浪漫时光的 微勾档专栏节目 每周我们会在这里为你送上 不同音乐人的音乐和一些小故事 也许这些小故事让你感同身受 也许让你回味良久 也许让你恍然大悟 我们在这里陪你想念 也陪你展望 如果节目内容你还喜欢的话 请动动小指头收藏我们的频道 关注我们的平台 如果你觉得内容有些欠缺 赶紧评论留言 告诉我们你的建议和你喜欢的内容 我们会努力改进 力求让人爱上